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 明天就要在石门白沙湾正式登场 而驱公所表示 今年风筝节除了延续往年的特色之外 今年增加两个亮点 除了有2000只的地景风车 布满草地相当壮观之外 另外还有在地社区所制作的手工艺品 将会在活动当天进行展售 而这些所得还可以来做工艺 2015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 将要在这个星期六 9月26号27号两天 在石门区白沙湾来举办 而这一次的主题定为放风趣 驱公所表示 除了要延续往年的风筝节特色之外 今年为了要凸显石门区市风的故乡 这一次还打造了风洞艺术园区 将2000只的彩色风车布满在草地上面 成为美丽的地景艺术 而另外还有准备五只大型风车 可以让民众尽情彩绘 除了我们延续历年来的风筝节的特色之外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风洞艺术区 那在现场我们会有2000只的风车 在现场做展览 然后另外我们会提供五只大型的风车 在现场让大家进场去做彩绘的动作 其实每年的风筝节都会吸引大批的人潮 来到白沙湾游玩 就是因为放风筝相当适合亲子同乐 而这一次区公所还特别与在地大专院校的学生 共同展出风车文创商品 以及在地社区居民所制作的风的异象 首作艺术品 而这些首作品所卖出的所得 将会捐出20%来做工艺 我们还结合了我们的 跟我们淡北海岸的一些大专学院 有一些文创商品的展示 那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风车 风铃 还有我们的风筝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我们还 这一次还特别结合我们社区的婆婆妈妈 来制作一些跟风意向相关 还有我们地方特色景观相关的 一些首作品的部分 也会在现场做展示 桌上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 都是由在地居民 于9月份由工所请来的老师 教他们所制作出来的地方特色 手工作品 其中有手提袋 艺术风铃 富贵角灯塔造型 还有由在地小学生 所彩绘的风筝相当多样 也展现出石门的许多特色 而这些首作品 将会在风筝节两天的活动中展授 也让今年的风筝节 多了一些不一样的艺术气息 记者许端一 石门采访报道